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沈憶哥 我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們的植物大戰殭屍囉 那我們昨天有使用過我們這邊的植物嘛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全部都消失囉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就要重新種了 那重新種的話 我們關卡裡面就可以拿到一些盆栽的植物嘛 那我們就慢慢把它們澆水之類的話呢 基本上就可以讓它變得更厲害哦 有米飯的那個bonus哦 這邊他們會出現那個 小食的時間啦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哦 那按這個蜜蜂的話應該是可以快速的讓一個直接先生長吧 應該是這樣子哦 蜜蜂的傳花 減30秒啦好不好 減30秒 呃 減30分鐘啦 應該是這樣子 好 那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 有空的話再來用一下植物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用最純粹的啦 我沒有就是很喜歡就是一定要用就是開場就直接出大招 然後直接把那個關卡給它秒掉 那昨天剛好是因為 選了那些植物剛好幫我們通過了一些就是比較麻煩的一些關卡 不然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燃燒系植物的話打這個關卡真的是還蠻辛苦的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繼續來看他們冰關後面有哪一些挑戰 上一絲絲拿到了我們這個口臭洋蔥對不對 然後所以是我們就是那個鑽石植物花生 我覺得鑽石植物花生的話也還算是蠻有趣的一個那個 挑戰 欸 新的東西 樹木殭屍 欸它裡面藏松鼠欸 看起來又是新的那個攻擊人吧 這感覺就是攻擊人的存在啊 那要帶點點花了好不好 還想在那邊亂搞啊 攻擊人 看就知道是你了 你還想在那邊亂藏是不是 是不是以為我是87 啊 你說啊 看就知道是你了 你不要在那邊給我543 來 你有種就給我繼續 那個 給我派出松鼠齁 居然是這樣子嗎 欸 旁邊有這個鱷魚欸 我們這邊前面有那個鱷魚欸 那個可以直接咬了是不是 喔 蠻酷的喔 居然有鱷魚會登場 那我蠻怕那個松鼠的啦 因為松鼠感覺就是 會直接過來把我們咬到爆炸 那看起來應該是全部都會走到我們中間這一排 應該有可能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該怎麼辦 居然是我們的鱷魚是嗎 沒有問題 那我們這邊要盡可能也是先 叫出一個那個碗豆射手好了 燃燒的 先把這些裝飾都先毀掉 待會會有那個啦 會有那個 他就知道是那個松鼠的那個攻擊的兄弟好不好 松鼠好不好 所以這邊要盡可能看一下能不能先 先把他給弄掉 送多一點那個墊墊花啦 我覺得墊墊花在這關的話應該還蠻重要的喔 墊墊花 看在這鱷魚能幹嘛 我覺得這就不會鱷魚到時候會轉過來咬我們吧 沒有這麼誇張吧 轉過來咬我們會哭喔 好過來了 好不好這樣應該可以 真是蠻怕那個松鼠殭屍的喔 別想騙我喔 我一看就知道你要幹嘛了 希望這鱷魚可以幫忙 欸好可愛喔 這鱷魚 這鱷魚也會幫忙攻擊欸 我以為他會直接咬人的 結果他沒想到他也是這種攻擊方法 有點可愛喔 來了 松鼠人 果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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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欸不是這個松鼠人 他不是那個的欸 欸他不是 他不會因為那個那個欸 哇怎麼那麼麻煩 欸大家我上機了 好那我們剛剛遇到松鼠人所以當機囉 87 OK松鼠人他剛剛不會那個欸 他不會直接那個欸 他不會直接被冰塊影響欸 所以他也是一個還蠻麻煩的一個角色欸 但是他上面這隻的話應該會被冰塊影響吧 我覺得好不好 那看我們要先種一些 電電花登場了 電電花開 哇好多隻 有點多隻有點多隻 我們先小心一點點喔 這邊先這樣開炮 電電花 電電花 你不要引的空間到了 等等我要放辣椒了 太誇張了 哇來了來了來了 手忙腳亂 手忙腳亂 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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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恨 我恨攻擊 我恨這個松鼠 氣死我了 哇 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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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還是很需要電電花啊 哎唷喂啦 先烏雲一下 烏雲一下 開電 開電 電死他們 氣死人了 電電花加油 哇 棟鼠群啊 太扯了啊 哇 嚇死我 不過好險我們是過了 欸 很討厭這一群欸 果然是公雞的好朋友喔 松鼠 搞謀鬼 公雞的好夥伴出現了 好不好 我們害怕了 松鼠軍團 好不好 這個松鼠軍團真的是 也是很讓人家討厭啊 好 那我們剛才拿到那個洋蔥 感覺好像是我們就是接下來後面要拿到的那個植物啊 然後 果然好不好 我看到那個樹蟲我就知道 不是什麼好消息的 果然是出現了我們那個 攻擊的好夥伴 啊又有了 這關又有了 電電花看來要先種了 哇怕怕怕怕 怕死了怕死了怕死了 哈哈 哇 麻煩麻煩 電電花電電花 那看電電花後面應該要種多一點那個 燃燒系列植物囉 不然會很麻煩哦 不要再鬧了 怎麼那麼多 omg 這關 有這個推進 推進推手 但是我還是有點怕 好不好 先看一下該怎麼辦哦 哇這邊應該要先帶那個馬鈴薯的才對對不對 燃燒馬鈴薯來這關應該會 比較更好一點點 我們現在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要種一下或是 用那個櫻桃炸彈直接把它炸掉應該也是可以了 再給我一個 好我這邊決定要先 種一個這個 來讓他們解凍了 反正我們這邊甜菜根可以先翻一次 應該是ok的好不好 哇這麼快 欸太快了吧 哇靠 哇靠 欸你們 你們也太快就過來了吧 哇哩咧 先請你們製炸彈 這不行製炸彈不行哎 哇 然後松鼠開燒嗎 等一下我覺得有點微哦 好松鼠松鼠 松鼠開燒 然後開電 保護一下自己 哇有點麻煩 電電話先 先那個 先前進一下 哇這關也是 go機車 開大 我們先靠那個 先靠前菜根了各位 可以可以可以 現在還行現在還行現在還行 看起來還 還還在穩定當中 為了要那個先把松鼠群淡掉 啊 我們一個太陽花花沒了 感覺這樣的那個哎 感覺這樣的太陽花數量好像有點偏少 哇 古嘎瑟嘎來啦 先燒先燒 因為他這邊有大招 是不是幫他補頭補一下頭髮 補一下頭髮 然後這邊也先燒 哇 喂喂喂 喂喂喂 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再補一下 我們可以的 電電話 我們這邊已經沒有可以生產我們那個 能量的那個了 的太陽花了 我們只能靠那個了 靠田菜根在那邊繼續翻 翻掉他 翻掉他水 可以 很驚險很驚險 開燒開燒 水啦 而且還ok還ok好不好 行行行 哇這關 也是打得很吃力捏哦 我的天啊 哦有那個 有那個松鼠攻擊夥伴 這個是 你不要以為你改一個方 你改一個那個出現的那個方式 我就會覺得很簡單 沒有 有夠煩的 哦 天啊 怎麼會這樣子 好恐怖哦 果然攻擊還是不要隨便便便 隨便便便去惹哦 攻擊到時候就拖了一大堆那個松鼠來找你 啊 嚇死我了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上遇到了另外一個就是攻擊的同樣的夥伴啦 也就是我們那個就是 松鼠軍團好不好 那基本上也是先把松鼠 那個樹木松鼠人打掉之後 他會拖到那個那個 樹木外殼 然後就身上會有一大堆那個松鼠 然後就開始跑過來 嚇死人好不好 那 果然遇到這種東西的話就是配上我們 就是電電話會比較好啦 但是現在因為 又多了一大堆會讓我們結凍的啊 還有一大堆那個會推那個冰牆出來那些殭屍 就變得更麻煩了 所以我覺得哇 後面的話我覺得應該會蠻恐怖的 如果攻擊跟松鼠同時出來 哦我跟你講我已經受不了 我覺得應該不會啦 因為他畢竟是那個 冰關 所以他把攻擊改成就是這個 小松鼠的形態我覺得應該 就比較合理一點點啦 就是比較符合那個場景嘛 對對然後 攻擊就是一般的那個 我們一般的關卡這樣感覺了好不好 好啦 覺得我們這個松鼠的殭屍有沒有很可怕呢 你們通常都會用什麼角色來對抗 我們的攻擊跟殭屍 攻擊跟我們的松鼠殭屍 也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哲平了好不好 那麼繼續往後哲平了 我是前面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